好,现在看最后一集 就是f of f 等于-f 3 之方,点3f 平方加3 那这一集就是要先绘图 然后其大十几小时 然后第三集第四集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蛮活的 那这种题目呢 第一个你一定要干嘛 做第一次导函数 像这个,而且这一集还蛮人性的 因为那个一次项没有 所以大家看一下-s 平方-6s 就是那个导函数的结果 然后它就是方便你因式分解 就是-s 乘上s 加2 所以在s 等于-2和s 等于0的地方 有出现极大值或极小值 好,接下来二次导函数 就是刚刚上面的-s 平方-6s 再做导函数就是-6s 减6 就等于-6乘上s 加1 所以在那个-s 等于-1的地方是反趋点 好,那个二次导函数 它还提供为那个极值 提供出重要资讯 就是要判断它是极小值或极大的极 刚刚那个-2跟0出现极值 所以我们把二次导函数 F'-f 等于6 6的话就代表有没有,在-2的点是什么 是极小值 极小值,因为为什么 就是它的值是越来越大嘛 越来越大,所以是极小值 那F'呢,用0带进去是-6 -6的话就是什么,极大值 把这个图画出来 我先讲一下那个图 图刚刚就是什么 极大值极小值反趋点 你一定要去算 我这边没有写出来 我直接就是利用Excel来画 就比较漂亮 刚刚不是说有X等于那个-2,0 还有-1,你要把它算出来 另外呢,画这种图的时候 还有三个数字 你一定要画 为什么你不画你就代表太懒了 就是什么-1,0,1 那如果0的话,当然就是常数箱 -1的话呢,因为也是算得很快 你也可以,应该要画上去 当作参考 那这一集你还画出来 然后题目要求你那个 极值要画 这极值,第一个极值 就是X等于-2的时候 Y等于-1 就是这一个黑色的 另外一个就是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3 还有注意,那个X 代入-2跟0的时候 会产生两个局部的极小值 极大值 就是Y是分布在-1 到3之间 -1到3之间 这两个资讯很重要 要做另外 接下来另外的两个题目 前面就是那个看那个图 我们就可以判断题目的要求 就是A1 A2 A3 就是第一个根呢 是在-3到-2之间 第二个根呢 是在-2到-1之间 三个根呢 是到0到1之间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打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就是 如果说那个 函数等于A1 等于A2 等于A3的时候 各有几个解 这个解呢 就是要利用说 这个A1 A2 A3呢 它跟那个 它那个极小值 Y轴在-1还有3之间的关系 当Y等于A1的时候 因为A1小于-2 所以Y等于A1的时候 就是这个水平线呢 跟F of x等于0 就原来的函数呢 它仅相相交一点 你那个图应该要呈现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图 有没有 你就画一条横线 这个横线在A1的位置 发现呢 怎样 只需要这样一点 所以呢 只有一个石灯 好 接下来就是那个 Y等于A2的话 因为那个A2 是在-2到-1之间 也是一样小于-1 所以跟F等于0 只有交叉一点 所以也是一样 只有一个石灯 第三个呢 是Y等于A3的话 因为A3是在0跟1之间 好 那只要你那个 这个 只要这个 第三个水平线 你是在 大于-1小于2的话 就会有三个交叉点 所以会有三个石灯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用图表 之后会更清楚 好 我们先看图之前 我们先回答第四个题目 第四个题目是说 F合成元素 F of F of X等于0的话 因为这个 它的解的话 就是F of X呢 它一定是 F等于A1 或者等于A2 或者等于A3 然后等于A1的时候 有一个石灯 等于A2的时候 有一个石灯 等于A3的时候 也有那个三个石灯 所以总共五个石灯 而且呢 这透过观察 我们就可以就是判断 好 这五个石灯 都不一样 好相亦 所以是相应的 我们顺便刚刚讲的概念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如果Y等于A1的话 因为那个水平线 你低于负1 那只有一个相交点 好 那如果说Y等于A2的话 因为A2呢 也是小于负1 所以呢 也是只有一个交点 那如果说你Y等于A3的话 因为你A3是在0等1之间 可是因为你小于3 所以呢 就可以确定说 你跟那个Y等于F of X 有没有 有三个三交 相交的那个点 所以有三个石灯 我会做的 我们下车就会变得到 像是有三个石灯 一样的 有人 有三个石灯 你会做的 是有三个石灯